在我的评论和私信中有两类问题最常出现 你能推荐一款笔记软件吗? 以及你的视频是怎么剪的? 第一个问题我用了15期视频来回答 而今天我将毫无保留地分享我的业余图法剪辑心得 看看我都用了哪些简单粗暴的工具和方法 让我能零基础自学剪辑 并独立完成这15期笔记软件测评视频的创作 不同工具对应的时间轴如图所示 你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一个自媒体牛马 究竟要做多少件事 才能把一个视频做好并端到你面前 节目最后还会将所有工具的下载链接 安装包 本期视频文字稿 以及一个NOTION自媒体创作模板 一并分享给你 微信扫码回复关键词013即可获取 视频开始前先做个弹幕小调查 你最欣赏的视频创作者是谁呢? 对我来说这些账号是影视飓风 POPBook 小林说 苏星河 以及王老菊 他们的内容和风格都给了我很大启发 因此如果你也想做视频 可以先从模仿开始 用我分享的NOTION模板来分析不同创作者的视频创意 然后摸索出独属于你自己的定位 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你可以在弹幕中留下你希望学习的UP主 半年后再回来看看你做到的没有 在频道立项之初 为了确定哪个剪辑软件更适合我 所以我都学了一遍 然后分别剪出了这几期视频 虽然现在用的是Final Cut Pro 但我的结论是 他们对新手来说其实都差不多 无非是功能布局的不同 更底层的差异还不足以对新手产生影响 有了剪辑思路后再换软件也不难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是零基础 手机就用剪映或避剪 Windows就用PR Mac就用Final Cut Pro 他们都有大量免费教程可以学习 接下来以Final Cut为例 面对空旷的轨道 我们应该如何开始 剪视频其实就是把不同素材放进去 剪掉不要的 然后保留想要的 这一切都由事先写好的脚本来决定 但脚本并不是凭空蹦出来的 以NOTION或者TANA这类复杂的笔记软件为例 不需要先花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去积累笔记素材 再花两周时间才能完成一条测评脚本的创作 因为我所有的工作流都用NOTION来管理 所以自然也是用NOTION来写脚本 它的评论功能可以很方便的为脚本备注剪辑思路 或者上传图片参考 写完脚本就到了录制视频素材的环节 因为我的画面大多是各种笔记软件的功能演示 所以就必须要录制高清流畅无水音的视频 Windows首选OBS Steam里面就可以下载 Mac用自带的QuickTime就可以 他们都免费也支持全屏录制和窗口录制 并最终导出无水音60帧的4K视频 但只是录屏还不够 我还需要让观众看得清我的操作 所以鼠标指针要够大 移动的轨迹才会清晰 还需要有点击效果 才能让观众知道我什么时候按了哪些按钮 最好还能显示键盘快捷键 这样操作细节就会更完整 安装这些工具就能实现以上提及的所有功能 你不用截图 懒人包最后都会分享给你 如果你刚好也是Mac用户也愿意花点钱 那么我要给你推荐一款有点贵 效果却是真的好的录屏工具 它叫Scream Studio 可以录制Mac、iPad和iPhone 录屏结束后可以自动放大并优化鼠标运动轨迹 对鼠标操作过的区域自动放大聚焦 可以显示键盘快捷键 还能同时调用Mac的摄像头实拍出镜 或者给录屏窗口添加好看的背景图 软镜自带轻度剪辑功能 最后可以导出不同分辨率或帧率的视频或者GIF 我最近的这四期视频的基础录屏工作都是用它完成的 真的肉眼可见的提升了我的录屏效率 现在你已经将录屏这件事做得接近完美 但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细节呢 试着给你的录屏画面套上一个设备的壳吧 我帮你准备了十种不同型号的套壳素材 只需要扣掉绿幕叠放在视频上 演示效果就会比纯粹的录屏更好看一些 对吗? 当然还有一些3D动画效果显然是套壳无法实现的 例如这样或者这样 这些效果是用Rotato这个工具实现的 也不便宜但好在是买断置 并且自带大量模板 只需要把录屏视频拖进去 它就可以自动生成非常酷炫的3D动画效果 如果你是甲方 你觉得套壳会比不套壳更好看吗? 有了质量过关的录屏素材 再加上你的声音讲解 理论上一个视频就算完成了 但对我来说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你完全可以一刀不剪 把所有操作过程都录下来 但这样太冗长也缺少节奏感 真的没人想看进度条夹载的漫长过程 也不想看你操作失败的无效事例 整部电影一进到 所以我一般只诊是开始的动作 以及成功结束后的效果 因此一段录屏视频就会被切割成更多片段 为了提高粗简效率 我会使用Tourbox这类外接辅助设备 它极其适配PSPR或者Final Cut Pro这类生产力工具 你可以看到它有丰富的实体按钮 每个按钮都可以绑定不同软件的不同快捷键 就可以实现例如微调时间轴 滑动轨道 切割片段 或者创建复合片段等快捷操作 通过粗简我们已经得到了 想略得当的视频素材 但各个片段之间的过度还是太生硬 所以我们需要让它更丝滑一些 这三个是我的Final Cut Pro必备插件 来自同一家公司 一个免费两个付费 免费的M-Cam Rig 可以实现丝滑的放大缩小 以及画面倾斜效果 这样可以引导观众视线 告诉你这个时候 应该注意哪个地方 才不会跟丢我的操作 并且它还可以让两个画面之间的过度 更加丝滑 现在轨道上有两张图片 如果你直接拖动时间轴 会发现它们的切换非常生硬 所以我会先用M-Cam Rig 适当放大图片A 在插件效果即将结束时 图片A会逐渐恢复到原始大小 然后把图片B 放在插件效果即将结束的位置 两张图片之间的过度 就会更加自然 现在让我们把图片 换成套壳后的视频 两个视频片段之间的切换 是不是没那么生硬了 你可以在我的测评中 看到大量这类效果的应用 而M-Keynote和M-Tutorial 这两个插件 则可以生成非常好看的 标题效果与素材轮播效果 只需要把插件拖动到轨道中 它就有一个基础的模板效果 供你修改 你可以在这里自定义 任何文字内容 字体样式 以及出现的位置 通常我用它们来制作 总结性的辅助说明 或者当有多张图片需要展示时 动态的进入 总是会比生硬的展示 更优雅好看 两个插件每个100美元 这样的一次性投资 你觉得值得吗 但这个时候可能有弹幕要问了 你推荐的插件虽然好用 但还是太贵了 有没有其他替代品 有的兄弟有的 曾经为了做Notion和我来 这两个笔记软件的测评视频 我一共做了超过600页的Keynote 视频中70%的动画效果 都是用Keynote完成的 并且入门极其简单 只学了半个小时 就让我找回了被A1干碎的自信 你只需要掌握神奇移动这个功能 你就掌握了Keynote做动画的精髓 第一步放置一个白色圆圈 第二步复制这个页面 第三步将圆圈移动到右边并放大 这样两个页面就成了两个关键帧 然后给第一页添加神奇移动效果 Keynote就会自动实现圆圈 一边放大一边移动的效果 在PPT里 这功能叫做平滑转场 在其他动画工具中 这叫做补件动画 因为Keynote的本质工作 就是排版加演示 所以我可以先模仿 苹果发布会的产品介绍页效果 为我的Notion课程做一个亮点展示页 接下来复制这个页面 然后把各个模块移动到画布之外 再添加神奇移动 就可以实现这种丝滑的素材进场效果 这里的底层逻辑就是 你需要先用Keynote 做出动画的结束状态 复制一份 然后将其修改成开始状态 最后再用神奇移动这个效果去过渡就好 可以看到它的上限是很高的 用来满足视频制作需求完全足够了 如果你也想尝试看看 我从自己制作的600页中 挑选了10种自制的Keynote的动画效果 分享给你 微信扫码回复关键词013即可获取 以上所有画面技巧 其实都是为了辅助你的内容表达 如果你的文字和声音足够有力量 倒也不必像我这样折腾这么多工具 所以声音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要太大也不能太小 保持在-6db附近即可 如果有背景音乐 则不要盖过人声 否则听起来会让人烦躁 如果因为录音问题导致人声时大时小 可以用内置的Compressor效果器 来让声音大小更加均衡 如果你的滋滋滋的发音非常尖锐 可以用D-S来消除这些齿音 你可以参考王爷老师的这期调音教程 或者我也帮你整理了几个YouTube博主 分享的调音方法 如果你买的是电容卖 例如我的Blue Yeti 在空旷房间里会有很大的混响 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个这种桌面隔音罩 如果是动圈卖 则对收音环境要求小一点 我正在用的是舒尔的NV7 出镜的话则会用大疆的DJI Mac二代 当然做到现在这样已经是我目前的极限 我最不满意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声音效果 还有非常大的优化空间 希望一年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的变化 另外我还想和你探讨一个问题 你认为使用AI配音会降低一个视频的魅力吗 你会拒绝关注一个完全使用AI配音的博主吗 我觉得要想让人更好地记住你 开口说话是绝对有必要的 有时我光是看到一些博主的ID都能回想起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的情绪 所以还有哪些博主的声音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在我看来廉价的AI内容已经足够泛滥了 廉价的AI配音也是如此 新手通过AI配音省下的时间最终一定会在某个环节上还回去 你的声音就该是作品的一部分 就算有人说你的声音不好听 别管它尽管再大声点 用心表达的人最终一定会被听见 现在视频和配音都准备好了 我们还需要制作字幕 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字幕不只可以让你的表达更清晰 还可以方便观众倍速播放或静音观看 虽然现在B站会油管自带的生成字幕也很方便 但终究是不够准确 所以做字幕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提前写好的脚本 一种是无脚本即兴口播 如果是前者将你的脚本和音频放到剪映里 然后用这里暂时免费的字幕识别功能 它就会自动将脚本匹配到你的音频上 你就可以将字幕导出为SRT格式的文件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用的是Final Cut 推荐你再用这个免费网站将SRT字幕转为专用格式 就可以实现像这样的自适应半透明黑底效果 如果你的视频是即兴发挥没有完整脚本 那么就需要稍微费点劲来识别口播字幕 不差钱的话可以继续用剪映的语音识别 免费方案我也帮你整理在懒人包里了 但就是需要一点折腾的功夫 虽然B站的画质压缩无法避免 但从上传第一个视频开始 我就坚持每期视频至少都是4K画质 你觉得有没有4K对你来说重要吗 视频发完后不论数据好坏 都得开始为下次创作做准备 而效率最高的方法 就是把这次积累的素材进行集中管理 方便下次快速复用 我从18年开始就用EGO这个素材管理工具 在这里我存放了自己拍的照片 可商用字体 音频音效 视频梗图 各种套客PSD 搜集和自制的各种笔记软件图标 甚至是明日放着的官方海报 干员例会 EGO支持几乎所有格式的存储识别 与快速预览 并且有非常多的分类筛选方式 能让你真正做到一站式集中管理 接下来当你的频道做到一定规模 请一定考虑做好二次备份的工作 必须默认你的硬盘一定会出现意外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我已经看过很多喜欢的博主 出现硬盘挂掉 导致节目延期的问题了 所以不论是网盘备份 还是本地NAS备份 请至少二选一 我个人的做法是 重要的实拍素材 有字幕和无字幕的成片 首先会在Mac外接的固态里存储一份 然后自动备份到本地的群回NAS NAS则开启了SHR的多盘位备份 只要不是两块硬盘同时挂掉 安全性就有保障 另外群回里的文档笔记还会在实施加密备份到百度网盘 严格遵循321的备份原则 真的是把我人丢了 笔记也丢不了 现如今NAS的选择非常之多 不论是群回绿联集空间 还是自己组装低成本NAS 不同折腾能力 有不同的产品选择 但这又是另一个大坑了 有机会可以再聊一期 我都用NAS来做什么 想看的话请扣一 最后我还有一些适用于我个人的剪辑经验供你参考 网上有相当多免费或者收费的系统剪辑课 但我不太推荐新手一开始就跟着这样的大课学习 我更推荐你至少有两三期粗糙的剪辑经验后再去这样做 因为大而全的系列教学视频 动辄几十集起步 十几分钟只讲一个小功能 非常考验耐心 永远是看的时候学会了 剪的时候就忘了 所以我会建议你先学会最最基本的素材导入 与片段切割功能 然后就可以开始动手剪视频了 最关键的一点是 你要带着这几项最基础的剪辑技能 去剪你所能想到的最复杂的视频效果 当你发现以你目前掌握的技能 无法实现你想要的效果时 再去搜索对应的教程 例如如何抠图 如何卡点 如何实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效果 只有这样你才能带着需求和目的去学习 学以致用才能记得牢固 并且为了解决摆在眼前的问题 你会非常专注 学习效率就会非常高 用输出倒逼输入 才是最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这些年来为了做视频 不知道熬过多少日夜 虽然始终告诉自己 不要太在意数据 不然会把自己的付出给异化掉 但很遗憾到现在还是没能面俗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请多多关注和三连 这将能支持我为你创作更多优势内容 如果你想获得本期视频提及的 所有工具安装包 下载链接 以及一份Notion创作者模板 微信扫码回复关键词013即可获取 这里是二一的笔记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